有过那点事 这叶祖星结婚要顺其自然 明星婚事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刻 总喜欢藏着掖着 比如12个叶祖星和华飞蒋星 明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男女朋友 却死鸭子嘴硬不肯承认 就连拍戏你有来探班这种小事 也要找借口否认 这回拍摄电视剧说好的幸福 叶祖星搭档的是小嘉宾 意思的林黛玉蒋梦姐 而生活中的女友 却是霸气外露的华飞娘蒋星 完全不同的类型 就许叶祖星喜欢哪种蒋姑娘呢 你喜欢重口味的女孩子 还是小嘉宾的女孩子吗 我喜欢 说实话 我喜欢大气的 你爱高端阳气上档次 那咱们华飞绝对图妥的 不服赏鸣帐篷 可是小叶子 时候不早了 你怎么还不把娘娘去回家去呢 随缘吧这种东西 缘分到了自然而然就成了 那你自己有想过自己的婚礼 可能是想要什么样的 在哪里去 在澳洲和乌兹龙 你这样子去澳洲是去考察 就是去婚礼的地方 不是我是去度音乐的 小天电梯 四爷和华飞居然成了情敌 事情好不真实啊